我的名字是Simon Chong 我认为1989年纪念英文学院 在英文学院的学校 我选择乌龙公大学 主要原因就是我对计算机非常有兴趣 我也觉得计算机课程 在乌龙公大学是非常出名 我毕业之后我在澳大利亚也工作了五年 然后就回到香港去工作十年 然后到中国工作十年大概是这样一个过程 我在一家公司叫中人国际服务 这家公司是一家十年的公司 一开始只有大概五十个人 经过十年的努力 所以我们大概有一万六千人 我的业务是 我就是国际服务务员 这是中国的三个商业 这个年纪念是四百亿 所以最近这几年的就是很多的那些技术都慢慢的越来 创新的那个步骤越来快 所以每年都变得非常大 而我们有一些问题是我们缺乏这类型的学校 和知识 所以在学校和尤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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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尔 它最后一年还会继续渡 外国和美国 我每次游语尤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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覺得烏龍江大學的那種研究 以及創新的那些科目非常多元化 教學和文化在大學上 很合適於世界上的資源 烏龍江大學學的課程 跟企業發展的那種科目都非常貼近 非常幸運能在烏龍江大學學習到的東西 貢獻給社會 新學生的指示是 他們不僅需要有技術的技術 和技術的技術 他們也需要有軟的技術 例如理責任的技術 和交易技術 所以這是非常重要的 是我們在改革的技術 中國人的技術 我們在改革的課程 我們可以在改革的課程 成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